用who 翻新子句用來修飾人的時候 他在修飾人 也就是說先行詞詞人 他在先行詞詞人 這時候我們用who來代替he 或day 他在who代替he 或day read the example 念例子 go highlight the man highlight who 分開highlight 那再來我要講一個意思了 who跟which 他的意思是什麼 which就是該物 who就是該人 雖然我們不會這樣翻出來 該知道哪個該吧 這個東西那就是該 所以該人 聽得懂嗎 who上面寫該人 who上面寫該人 然後往前畫一個箭頭到的man 哪個人就這個男人啦 就這樣 他就是這個意思 who上面寫該人 往前畫一個箭頭到的man who上面寫該人 往前畫一個箭頭到的man 所以我認識老師 是老師的這個男人 我認識是老師的這個男人 好 來 那你快速想一下 這兩個句子本來是I know the man 跟the man is a teacher 對吧 對不對 那如果我要你把I know the man 換成形容詞 詞句呢 有沒有人可以在30秒以內寫出來 我要你把I know the man 變成形容詞 詞句 放到the man is a teacher 裡面 我們剛做過練習嗎 兩次 什麼 who I know 對啊然後咧 整個句子會變成什麼 who I know出來 很好喔 他把I know the man的the man拿掉 換成who 拉到 拉到連接詞的位置 who I know 是你的形容詞詞句 我認識的 所以呢 the man who I know is a teacher the man who I know is a teacher 你很棒的啊 你看你就是不念書 你要是一個禮拜來這裡五天 我保證你考九十 可惜你 你不會 the man who I know is a teacher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who I know 形容詞詞句 形容他自己代替掉的東西 the man 我知道的男人是個老師 跟 我知道 那是個老師的男人 兩個意思其實是一模一樣的嗎 看你要怎麼表示 看你英文要怎麼寫 就這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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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就是不念書 枉費你這個腦袋 頭臭 蛤 頭臭了 真的是頭臭啊 繼續 用who還在who 來代替先行詞的man 還在先行詞的man 並連接兩個句子 還在兩個句子 這時候who引導出的子句 還在引導出的子句 為形容詞子句 還在形容詞子句 用來修飾名詞的man 解釋為 當老師的人 他在的 好先行詞 他在先行詞 在下列的情況 官代須用less 他在官代須用less 好 那 Fill剛剛都沒講到less less是什麼鬼 來寫在less上面寫 等於who 或which 所以 之後才會學到 什麼情況只能用who 或which 什麼情況只能用less 現在就要看到什麼情況只能用less 只是呢 像這裡 你也可以把who改成less 像前一題 關於狗狗的書 你也可以把which改成less 基本上less就等於who 也等於which 所以 that 在寫 該人 或該物 在寫 該人 或該物 that 它也是該人或該物的意思 好 prepare done let's go on 那 大部分的情況 你who 用在人 that 也可以用在人 which 用在物 that也可以用在物 我們現在要講到什麼情況只能用that 不能用which也不能用who 各位也不用擔心 各位不用擔心 基本上 在asv裡面 不會寫到只能用less的情況 是在 國三高一 音檢 才會遇到 所以目前你先不用擔心這個 你寫who跟which就好了 那如果題目叫你用less 你就寫that 好不好 那現在這裡就讓你先看一下而已 第一點是一定要記得的 因為第一點 的邏輯很好懂 看第一點 當你今天 你要代替掉的東西 有人跟物怎麼辦 先行詞 有人也有物 還帶來包括人和物 那這時候很好理解吧 既有人又有物 你既不能用該人 也不能用該物 你就只能去用該人該物 都同用的that 這個應該很好理解 這應該很好理解吧 所以 read example I don't know and his book that you talk about I like the writer I like his book I like his book that's 畫一個箭頭到the writer 也畫一個箭頭到his book that's 畫一個箭頭到the writer 也畫一個箭頭到his book 所以我不知道你講的作者跟他的書 好 再來 下面第二題 第二題的概念是這樣子 wh 像我們剛剛講到的那個 who are going where which who are going 一個句子不會連用兩個wh 所以當你前面的主要詞句是 wh疑問句的時候 你看 who which where what 等疑問句 還來who which where what 等疑問句 寫在這個疑問句上面寫 wh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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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is the present that Marie gave Eva I like that I like that 好 來 that that上面寫一個whish 為什麼寫whish 因為present是物品啊 禮物是物品啊 可以用whish啊 對不對 好你present上面寫一個物 that上面寫一個whish present上面寫一個物 that上面寫一個whish 對不對 這個句子可以叫 把this改成whish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可以還不可以 為什麼不行 啊如果不行為什麼不行 把wh打殺 我剛剛說了嘛 一個句子不會連用wh 所以 whish 第一條線到where 已經有wh了 已經有wh了 所以我們不能再用whish 已經有wh 所以我們不能再用whish 來下一條 what color go 一樣 他來畫color跟that 一樣的概念 就不能再用whish了 他來畫color跟that 一樣的概念 就不能再用whish了 再來第三題 先行詞 先行詞有限定物品的時候 先行詞有限定物品的時候 先行詞是the day the time the year 先行詞是the day the time the year 這三樣先行詞 那一天 那個時間點 那一年 the month 那個year 像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我們不能用whish whish 只能用that so read the example do you 你記不記得我們剛 我們遇到的那一天 我們第一次遇到的那一天 好來 that 上面寫whish 打叉叉 that 上面寫whish 打叉叉 為什麼呢 因為前面有the day 連一條線到the day 對 是因為這個the day 不是這個the day 你知道沒有 好 那再來 還有哪些的加的東西也不行 第四點 先行詞還在先行詞 前面有最高級形容詞 還在最高級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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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哪些的加的東西也不行 或是敘述 還在敘述 還記得敘述嗎 有順序的數字 the first the second the third highlight the first the second the third 還有哪些呢 下面相同的 the same 唯一的 the only highlight the same the only 好來 read the example who go 好來 that's上面寫個who 把他打叉叉 that's上面寫個who 把他打叉叉 that's上面寫個who 把他打叉叉 畫一個見得到the first man 對 好 注意 是這樣 再來 下面 the only girl is maggie 好 the only girl that's 上面寫個who 打叉叉 為什麼 因為前面有the only 點一條線到the only 所以 我說了 這部分呢 你到柏山才要背 目前就是看看就好 我們基本上只會遇到什麼 第一點跟第二點 就是 有人跟物的 還有前面已經有WH了 其他三次我們還不會遇到 不太會遇到 好來 各位收起來 下禮拜五再留啦 你們要動考嗎 下禮拜五有人沒考完的嗎 沒有喔 好 那就是這樣 DORA記得要補完課 然後座業要寫 考試 考完 傳到群組 拜拜